吴佩茨生四胎被潮,郭晶晶获祝福,最惨的是这位 去年6月才生完第三胎的吴佩茨宣布准备生第四胎了 虽然之前他说过终极目标是生五胎,但如此频繁的声誉,网友看到还是挺震撼的 去年生下第三胎的时候,吴佩茨就说过,越生越痛苦,而且他没有请保姆,新生儿都由自己跟妈妈一起带,所以整个人就很累 这次要好好休息才能继续生 所以吴佩茨对肚皮保养特别重视,孕期要用掉15瓶肚皮保养品,还做了电波拉皮,说,这是刀刃前,壁花 网友感叹,肚皮比脸皮重要 吴佩茨现在已经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而每一胎出生,他的未婚夫季晓波都会送上大礼,感谢他的付出 吴佩茨生完第三胎儿子,季晓波在他名下存入40亿元人民币 加上之前香港邦山区总组3.5亿元的两套豪宅,以及2.5亿元的股票,算一算,乌佩茨个人的总资产,起码有46亿元人民币 才半年多时间,乌佩茨又准备生了,厉害厉害 给你很多钱,就是不娶你,所以乌佩茨每生一次得到的祝福很少,总让人心里感觉怪怪的 同样准备了下一胎的还有豪门儿媳郭晶晶 与吴佩茨画风完全不同的是,郭晶晶的婚姻给人他是幸福的感觉 从一开始嫁给霍晶晶这个男人,郭晶晶就仿佛获得了幸福密码,不经意的小动作,就看出丈夫对他的柔情密意 获喜刚满心满眼都是对妻子的骄傲,自爆个家门,都要把老婆放前面,简直让人羡慕 都说女人生孩子时是对男人家庭是否真爱的考验 郭晶晶生完第二胎女儿时,连公公或震霆都对记者说开心,高兴得何不拢嘴 再看当年的假静文就知道有多惨 2005年他和第一任丈夫孙智好结婚,收孩子的当天假静文曾三次婚学,医生不间断地进行抢救,差点就这样死掉 最让人没想到的是他丈夫竟然在豪车里露着别的女人甜言蜜语,在最需要她的时候,却不在自己身边 不仅如此,老公喝多了就大骂他,你不要装无辜,不行就滚出我家,并且婆婆也在一旁添牛加醋 家静文在家里的地位有时候真的还不如家里的猫受欢迎,但是为了刚出生的孩子,他选择委屈求全 孙家更加变感家里,不允许他去接戏,只要和任何男人有接触,就说他出轨 但是婆婆竟然允许自己的儿子在外面瞎搞 不关是豪门还是普通家庭,生孩子绝对是检验真爱的最好测试 去年6月才生完第三胎的吴佩茨,宣布准备生第四胎了 虽然之前他说过终极目标是生五胎,但如此频繁的生育,网友看到还是挺震撼的 去年生下第三胎的时候,吴佩茨就说过,越生越痛苦,而且他没有请保姆 亲生儿都由自己跟妈妈一起带,所以整个人就很累,这次要好好休息才能继续生 所以吴佩茨对肚皮保养特别重视 孕妻要用掉15瓶肚皮保养品,还做了电波拉皮 说,这是刀刃前,必夸 网友感叹,肚皮比脸皮重要 吴佩茨现在已经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而每一胎出生 她的未婚夫季晓波都会送上大礼,感谢她的付出 吴佩茨生完第三胎儿子,季晓波在她名下存入40亿元人民币 加上之前香港荡山区总值3.5亿元的两套豪宅,以及2.5亿元的股票 算一算,吴佩茨个人的总资产,起码有46亿元人民币 才半年多时间,吴佩茨又准备生了,厉害厉害 给你很多钱,就是不娶你,所以吴佩茨每生一次得到的祝福很少 总让人心里感觉怪怪的 同样准备了下一胎的还有豪门儿席郭晶晶 与吴佩茨画风完全不同的是,郭晶晶的婚姻给人她是幸福的感觉 从一开始嫁给霍启刚这个男人,郭晶晶就仿佛获得了幸福密码 不经意的小动作,就看出丈夫对她的柔情蜜意 霍启刚满心满眼都是对妻子的骄傲,自爆个家门,都要把老婆放前面,简直让人羡慕 都说女人生孩子时是对男人家庭是否真爱的考验 郭晶晶生完第二胎女儿时,连公公或震婷都对记者说开心,高兴得何不拢嘴 再看当年的贾静文就知道有多惨 2005年她和第一任丈夫孙志豪结婚 收孩子的当天贾静文曾三次婚学,医生不间断地进行抢救 差点就这样死掉 最让人没想到的是她丈夫竟然在豪车里露着别的女人甜言蜜语 在最需要她的时候,却不在自己身边 不仅如此,老公喝多了就大骂她 你不要装无辜,不行就滚出我家 并且婆婆也在一旁添油加醋 家静文在家里的地位有时候真的还不如家里的猫受欢迎 但是为了刚出生的孩子,她选择委屈求全 孙家更加变断家里,不允许她去接戏 只要和任何男人有接触,就说她出轨 但是婆婆竟然允许自己的儿子在外面瞎搞 不管是豪门还是普通家庭 生孩子绝对是检验真爱的最好测试